哈喽 黄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一忠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你的新书 你这本书跟过去两本轻松多了 对 就是讲你年少轻狂的事 讲我人生的风花雪月 那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已经写了两本 第一本就思辨 第二本就像高强说不 你看书名也知道是比较硬的 一些社会议题 政治议题这些 那我想说 这个东西当然是我的本业 公民老师的本业就是这些 可是呢 要观察 可是你不可能每天都聊这些事情 对 就是说政治社会这种议题 当然它是重要的议题 但是不可能每天 整天都在讲这个 那事实上我私下 其实不太喜欢聊这些事 我反正喜欢聊一些那种风花雪月 像联谊啊交朋友这些 那这个东西其实有趣 那我觉得 自己也走了人生20年的这种经验 那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 其实年轻人 难免会遇到一些这种 所以像感情上 或是交朋友的一些困扰 那我就把我过去的那些20年的实战经验 把它写成这一本 不震惊人生观 那就是希望年轻人看一看以后 轻松辉谐的风格 可是看完以后可以就是 其实里面还探讨一些严肃的议题 然后可以少走一点 不需要走的冤枉路 对因为很多年轻人遇到问题啊 就是不知道问谁 问父母亲会被骂 那问老师可能老师就会叫你这个好好读书 不要想太多 所以他们就是自己网路去找一大堆这个 自己Google找朋友这样子 那我是比较 我不是一个很震惊的人 就是说出版社当初 其实有点希望我写比较正向的 就是说 就是年轻人应该怎么做 或是说年轻人可以学的几堂课这样 但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而且我也觉得那种教条式的 去说道理 其实意义不大 就是有点空口说白话 所以我就是把 我就想说 那既然与其讲空口说白话 不如就把我过去的一些好笑的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鲁蛇的人生 把妹失败 涟漪被打枪 就是听起来很 有点北析的事情 可是把它用我的一套哲学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 而且也比较能就是说 知道说前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你就是可以怎么样 在适当的时间 做出适当的事情 等于很真诚的把你这个 过去失败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差不多 对啊 可是很多人不想写 或不愿意写 因为当我们慢慢到 有一个名气到一个社会地位之后 有时候不太想要讲过去这个失败的 或是被人家吐槽的一些事情 你为什么勇敢写出来 因为我就是 我觉得人要做自己 就是说 虽然有人说什么 就是说写作难免有时候会 就是包装或碰轰 但我觉得 你没有办法做自己的话 你写出来的东西 自己也是觉得有点虚啦 所以我还是觉得 而且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开玩笑 就是不是那么严肃的人 所以把我自己过去的 诙谐 就是这些拿出来 就有点自嘲 我觉得你要嘲笑自己的味道 可是在这个嘲笑过程中 特别是 对男孩子跟女孩子来讲 有一些启发 我觉得这是当初会写这本书的一些用意 那你来看你自己大概到几岁之前 或者是什么阶段之前都算是失败的 我很单纯 我就是一个线性发展的人 你知道我以前念新竹高中 那男校 我们那年代就大概就只会 就考试跟读书 那上了台北这个花花世界以后 其实讲白了 你想想看一个高中念男校的男孩子 他大一想要干什么 教女朋友 怎么可以 一定是想要交女朋友 所以这很正常啊 那但是因为我过去没有学过这一些 我们以前 我以前在高中阶段 就是对这种两性交往啊 情感交往 我大概就是看漫画 或看一些偶像剧 那偶像剧教的那些东西呢 就是跟你讲说 男生就是要对女生 就是要用诚意打动女孩子 温柔体贴嘛 温柔体贴 而且要无条件付出 从早到晚守候 工具人 对对对 有点像是工具人 工具人当久的女孩子 就会被你感动 心动 所以我就用那一套模式 去追女生 可是追到最后呢 你现在想 你现在用现在的角度去看啊 其实怎么会是无条件付出 你对这个女生做那么多 其实你是有目的心 对男生本来就是有目的 你的目的心就是要得到他 打到他 对那所以 这个不是无条件付出 这个其实就是情绪勒索的一环 你用你以为说 我对你好 所以你就要跟我在一起 你没有想到 这个交往这件事情 不是说什么谁对谁好就可以 那是一种各方面的互相喜欢 那你不去提升你自己 但以为的以为说 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去 女生就应该要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那时候我在书里面写啊 我那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 后来那个女孩子 就跟学长在一起 我那时候还很恨学长 我觉得是学长破坏我的感情 因为要不是有你 我今天早就跟他在一起 那是很幼稚 事实上跟那个学长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自己的条件没有提升 对啊人家凭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你说因为我对你很好 所以你就要跟我在一起 那我今天就对林志玲很好 林志玲就要嫁给我嘛 所以这个逻辑是不对 那可是很多少男 他在这个关卡上没有走过来 他最后就会变成在网路上 他会变成是仇女的心态 厌女仇女 所以我们常看到网路上那些酸民 有时候会超酸的 酸女孩子就是台女 台台湾的女生嘛 台女都这样 台女不意外 不然就说人家 就说台湾女生跟外国人交往 他就说你是 Furferch Furferch就是英文CCR 跨国恋情的 他就是酸你们这些老 其实台湾女生就是 恋外情结 对对 然后不然就是吃西餐 那事实上你要 用现在的角度来想 我长大以后就去思考 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台湾女生 他要去跟外国男生交往 他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台湾男生表现的好 他干嘛舍尽求远 他干嘛飘洋过来 去发展跨国恋情 所以与其去批评那些 就是你去批评这些 所谓的什么台女不意外 不如你应该要提升自己 所以我在里面 然后我分享 因为有些人说 黄老师你现在讲这个话不准 就是说你现在去 以我现在的状态 去所谓的追女朋友 他就说你很容易 但是我 所以我还故意分享 就是说 我在书里面还放我以前 大一的照片 就是那种宅宅的样 很怂就对 很怂 我那个照片 我还拿给我太太看 我说这个你可以吗 我太太摇头 她说真的不行 所以就是说 那这个是怎样 人是会改变的 我在书里面 给男孩子的一些建议 就是说 人家说帅哥是天生 形然是靠后天 就是说 当然你高富帅 这个是爸爸妈妈留给你 但问题是 这种人很少 百分之五 百分之 可能不到百分之五 多数人 一般人其实都是后天 那后天要怎么努力 就是靠内外的修养 内就是说你要多读书 你要多阅读 因为阅读可以增加你聊天的话题 你还会觉得这个男生幽默风趣 那外的部分就是说 你包括你的打扮 甚至还有健身 这些各种的方式 不是说你要去迎合说 女孩子喜欢怎么行 不是 这是你把自己打理 你总不可能女孩子说 你约会的时候 一个男生穿着衬拖 嘴都平衡接 然后你之后这样子 你要人家怎么喜欢你 所以把自己弄得干净 让人家看起来舒服 我觉得内外都 都有打理的情况下 那自然 人家说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把他传给好意 人家女孩子自然就会欣赏你 就被吸引过来 所以你大概是到大几才开窍才开始 譬如说包括练身 或者是真的很积极在图书馆这个K书 我大概大二以后 大一还是在那个懵懵懂懂 然后就在那边当工具人的阶段 然后大二开始就慢慢的去想说 其实我当初练健身也是很单纯 就是想说因为女孩子 因为我喜欢的女孩子都喜欢 他喜欢的学长是有在健身 他想说好 那我也去练一下肌肉 这样 所以就开始去 很单纯 所以你练健身目的也是为了把妹 可是练一练以后 久了以后 你就知道 其实这个跟把妹就无关 你把自己弄好 然后那时候为什么要去读书 那时候去图书馆念书 甚至还去跑去考研究 目的也是想要证明说 我比学长聪明 就是说我比学长会读 就也是很幼稚 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去跟人家比 所以这个 如果你是用这种目的性的话 所以我大学四年是没有交女朋友 因为你就整天在想这个有的 可是虽然是这样 可是我还是乖乖的去读书 去阅读 然后去调养 就是身体练好 所以等到你一切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时候 我就说讲花落盛开 自然 所以我后来研究所阶段 就很顺利交到女朋友 所以等于大学在蹲马步 都在练功 但是重点是 你要蹲啊 就是说 我刚刚讲很多大一的年轻人当了工具员 然后被女孩子打枪以后 他就变成丑女 觉得说你们女生都这样 双民了 你酸了大学四年 整整在网路上酸了四年 你还是一事无成 可是我没有去酸嘛 我就把这些时间 把酸人家的时间 批评的时间 留下来 把自己弄 调理好 把自己做好准备 虽然他不可能 一时片刻就说 所以有人说 那我去健身三个月 我就可以交到女朋友 你这样就太有目的性 我说 那我去读两本书 我就可以跟女生约会 人不能他有目的性 你一切还是不要用这种想法 但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 我们把马步蹲好 你靠在意 时间到了 机会自然就会来 而且你在书里有讲到 这个健身是很现实的东西 就是说你有练他就有 可是你三个月不练 或半年不练 他就又软成一团了 所以他就是要一直持续就对 所以我说肌肉很现实 不练就消失 其实我自己在书里面提倡 所以你说那练身体 是不是要很专业去 什么健身房 甚至还要请私人教 私人教练其实价钱蛮高的 那不是每个人负担得起 那我在书里面分享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黄老师那你是怎么练 其实我都在家里练 我当然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 我去健身房 但是大部分 因为我现在可能上班啊 通告这些 所以大部分时间 在家练 对我通常都是在家 那我什么时候练 我早上六点就起床 对就起床开始健身 然后我都会练一个小时 那其实 其实男孩子要健身很容易啦 你就是在家里就像阿兵哥嘛 阿兵哥一定就是伏地挺身 仰卧起座 对啊对啊 那你就家里没单杠不用 我觉得就是 像你每天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你每天可以 为自己帮自己做200下 伏地挺身 200下仰卧起座 阿兵哥就差不多这样嘛 对啊 那阿兵哥都做得出来啦 其实人就是一种自律性 阿兵哥时代 因为有班长在盯嘛 所以你就是只好乖乖去 被逼出来 被逼出来 阿等到没有班长逼你 退伍以后 没有班长逼你的时候 其实人就会 多多少少会懈怠 可是我把健身 视作是一场修行 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是意志力的训练 就是说 你这件事情算很困难 平常咬到现在很厌恶健身 因为做的过程很痛苦 废话很痛苦 其实刚开始最痛苦 因为没有人 其实真的很累 可是 你只要想到就是说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场修行 你把它当作打坐 每个人修行的方法不同 有的人念经 有的人打坐 那有的人可能有一些方式 那我就把健身这件事情 这一个小时的这件事情 当作是一场早课的概念 就是早上起来 先念一个早课 要教功课的 对 必做 所以 这样子持续下 我现在也20年了 所以 其实我今年已经40岁 但很多人 我没有要自己捧自己 但是很多人就说 你看不出来有40岁 他就说 大概我看起来 大概30岁就差不多了 其实就是因为 你有在保持运动 所以你的身体 体态 体态 还有外形上来讲 会 而且也比较健康 所以像我去做健康检查 前一阵子去做 去那种全身检查 没什么问题 那其实就是跟运动 是有关的 讲一下子 你去夜店的一些经验 很多年轻人都渴望去夜店 可是又不敢去 那你还鼓励大家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因为你 真的不震惊人生 对 真的不震惊 可是其实 背后也有一些含义 你想想看夜店 那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去做民调或是街坊 讲到夜店 大概不出几个形容词 就是你知道就是 都是负面的 负面的 比如说剪尸 剪尸体 我们总是会看一下各地一些有趣的就是文化 那我觉得台湾的夜店文化算是还蛮成功的 就是说他他在夜生活的世界里面呢 他是一个一种文化 他是一种休闲放松的文化 那夜店当然就是很吵音乐很大声 那里面有酒 可是我觉得要有趣的地方就是啊 就是因为他音乐很大声 那里面有酒 所以他让人与人之间交际的那个涟漪的防线啊 降掉 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东方社会比较含蓄害羞嘛 你看像如果你去出国 像西方人西方男孩子看到女孩子就 就直接搭散 他觉得这很自然 那西方女孩子也觉得OK啊 反正搭散是很自然 要就要不要就拉倒 可是东方社会不是这样 你就路上对女生哭哭 人家说你是变态 就是你知道 就是感觉你在烧了 会有个防心 可是夜店不是 因为夜店他很大声 也就差 所以你要跟女生讲话 你就是得靠近 对要贴很近 这样是不是两个人就稍微有点亲近 然后酒精呢 酒精不是说要喝醉 喝了酒 他那个血液循环会变快 所以就是会比较放松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他可以让陌生人之间的联谊交往 变得少掉那一道 我刚刚讲一个社会框架的枪 所以这样的过程中 所以我在书里面写 夜店是一个联谊的竞技场 也是看透人性的地方 就是说他可以让你 跟陌生人比较容易去接近 然后这个过程中其实很有趣 其实在他是夜店是人生白的 他就是社会的缩影 他就是把一群各行各业 各种阶级的人都混在 然后在那个区域里面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体验看一看 不是说去那边就一定要干嘛 如果你抱持着说我今天去夜店 我就一定要有一夜勤 吃个饭的 你又不是高富帅 先看自己的条件 对你以为你那男生搞不清楚就说 不然去就是想要吃女生豆腐 就觉得说每个女生都能摸 去夜店要学会一件事 就是学会怎么样尊重女性 女生跟你攀谈 愿意跟你聊天 愿意跟你喝酒 不代表你可以对他上下持守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的礼仪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学会跟异性朋友陌生人之间的聊天 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尊重彼此的界限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去了几次以后 慢慢的熟能生巧以后 会让你在现实生活中 就非夜店的情况下 一般像你跟女孩子如果在一般吃饭的时候 你也会比较可以很自然的跟人家聊天 其实对女孩子的搭讪来讲 女孩子喜欢的搭讪就是自然 我也知道你在搭讪我 陌生人来就是搭讪 可是那个搭讪是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的 好像就是要性骚扰我的搭讪 所以为什么西方人 我觉得西方人在这一块的教育上 他们比较自然 那我们东方社会或我们台湾社会 过去那种就是觉得说夜店是坏东西 不要去不要碰 久而久之的结果就让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防新以及那个界限又拉得更远 所以我鼓励年轻朋友 就是说可以的话去个一两次体验一下不错 不过体验还是要先做点功课 这个黄老师的书要看一下 要不然夜店真的生态 这个男生女生都在死杀 所以像你在书里讲的 你会遇到一批专门来吃你的那些女生 来把你的酒喝光光 来把你桌上东西吃光光 你也会遇到一些男生跟你装熟 然后买单前就落跑的 跟我们讲讲这些生态要怎么自我保护 所以先讲那个 你去夜店的时候当然是希望女生 你不要跟你有一个桌子嘛 一个table 那就邀请女生来喝酒 那这个你就会很开心嘛 可是呢有些女生他们也是 就在里面 就职业的嘛 就每天 就是每天在各大夜店 有远远 这样的自己外型比较好看 然后来这边骗吃骗吃 也会有这种女孩子 可是就是 这种就是也是你说那怎么办预防呢 这就是 我只能说一回生二回熟 第一次公公去我们便宜了 下一次看到这些一群女生来 然后带着一群来的 这种感觉就是 就是要来喝不用钱的酒 你就会有防心 就觉得这些来者如果不散的话 其实你也不需要去把他们招进来 吵人家来喝免费的酒 那另外跟男生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去的时候夜店不可能自己去嘛 你这一群朋友 那朋友里面会有朋友的朋友 会有些陌生的 这里面会有些男生真的是很差劲 就是说他来以后啊 来占便宜 跟你装熟 我在书里面写到是那个余祥泉事件 大家知道 大概一两年前余祥泉不是在夜店打的 打架 那为什么他打的你知道 他那个听起来很冤枉 因为我是听他亲儿跟我讲的 他就说他去的时候 他原本是要 他喜欢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又带了另外一个女生 等于就是一男两女 对不对 就带那个女生 另外一个女生又带了一个男生 就余祥泉不认识的男生 那没办法 因为他要把妹嘛 所以就让他们两男两女去喝酒 去夜店喝酒 开香槟 香槟很贵 那这不是问题 余祥泉想说反正 因为他为了把那个妹 OK 但是在结账的时候 问题来 那个男生就没有买单 所以余祥泉在买送 就觉得说 你现在是怎样 我根本不认识你 我第一次跟你见面喝酒 然后你买单的时候 你完全默不吭声 然后我要 因为你总是要人付账 他就付了账 然后最后那个男生呢 又想要把他喜欢的女生 约去别的地方吃饭 所以他就整个 你就有点恼羞成 就气到 又不买单 又想要把女生 对啊 所以后来就跟他 有点起冲突这样 所以这种事情 其实在我们那种生活里面 也常见 所以我说 我为什么说夜店 是看透人性的地方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朋友 值不得叫这个朋友 他如果来就是那边 来蹭不用钱的饮料的 喝不用钱酒 然后要买单钱 他就说不好意思 我有事先走 酸去 后来我就发展出一套SOP 就是要人扮演纠察队 通常就是我扮演纠察队 比方说你朋友的朋友来喝嘛 大家很开心 OK 然后他不好意思 我有事先走 不好意思 我的朋友还有约 我就会stop 这时候就 我给你 你不用跟他客气 那个我们这个一个人要多少钱 要分担 对 所以后来就学 你只要在有人扮黑脸的情况下 因为这种人不需要当朋友 他就白白面来蹭你 要跑了 对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不会被人家占便宜 所以我说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态场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 其实不错啦 出于出于 所以你当纠察队之后 以后这个人看到你的场 他就不想过来 对啊 他确实这种有心想要来蹭人家的 这种人其实也不需要跟他当朋友啊 那相反如果是那种很热情 而且很大方 他会帮人家设想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看得出来 那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值得你当朋友 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夜店无真爱哦 我有几对朋友啊 夜店认识的 结婚 就是因为夜店认识 所以其实 我跟讲 现在朋友 我们现在交朋友都是依靠什么网路或交友软体 对不对 那其实夜店就是实体化嘛 你如果说网路是虚体化的 虚拟化的交友方式 那夜店 它其实就是实体化的交友 所以 我觉得都要兼顾啦 如果你想要交朋友的话 虚拟的网路你可以去接触 但是实体的这一块 其实你也不能放弃 黄老师讲一下你的这个彩虹婚礼好不好 你为什么对这个同性的这个伙伴啊 同性的朋友这么友善 然后这么支持他们 包括你的结婚还搞一个那个彩虹期 因为我 我自己有很多同志的朋友 那都是好朋友 那我在书里面就写到 就是说 为什么我叫彩虹婚礼 就是说 我当初在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啊 我就故意 我就是请我朋友去帮我做一面很大的彩虹期 那他去定做 他去永乐市场帮我定做 同志朋友帮我做 好了以后我们结婚的时候 因为你结婚要布置 大家知道结婚不是只有订饭店 那个另外的布置之后 你要付费 那也好几万 那我想说与其把这个交给别人做 不如 因为我同志朋友他们有些会这些嘛 会装饰的 我就说那可不可以帮我弄 所以他们就很有益气的 那天 因为我在新竹办 他们那天白天都到新竹 然后就去帮我塞那些 弄得很漂亮 弄彩虹期 为什么我要刻意用彩虹期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常常讲说 同性平权啊 婚姻平权 你去对陌生人讲这个 有时候陌生人不爱采理 而且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嘛 你来跟我讲这个干什么 最好的场合 事实上就是对你的亲朋好友 因为他们今天来吃我的喜酒 我那时候开了大概50桌嘛 那等于下面有500个亲友 那这里面他们当然是因为 我的关系来吃喜酒 可是他们可能有些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最好的宣传的 机会教育 就是跟他们讲说 所以我那时候在台上 我就借了麦克风 我就跟他们讲说 各位你们的桌上都有彩虹期 那你们入口处也有 一定很大的彩虹期 彩虹期代表什么意思 我就跟他们解释 代表我们支持 同志平权 代表婚姻平权 然后这时候我就顺势的就带 我就说 今天我很开心 大家来吃我的喜酒 那因为祝福我跟我太太 可是大家要想想 我跟我太太 另外我们两个只要相爱 我们今天就可以站在台上 接受全场亲朋好友的祝福 对没错 可是我下面有很多今天同志朋友来帮我忙的 然后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新竹 然后包红包给我 这些人他们想要结婚 可是社会上好像有些朋友是不允许的 那这样是不是 人家说 怨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那不管是同性或异性 其实大家是相爱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是你知道亲友嘛 那我又是新郎官 总是大家也会 会给你面子 对 那这个时候 其实这样的过程中 然后他们又看到同志朋友 其实很友善 很可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鼓励 我在书里面就鼓励 我那个彩虹期 那一面我留下 后来我有个学妹 一个在高中当公民老师 他结婚的时候 也跟我接那边彩虹期 然后他问你我也有趣 他也是一样 用一样的方式 就等于是渐进式的一个沟通 对 所以就是用 透过这种 这种亲朋好友聚集的场合 把一些 你觉得值得推广的理念 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不是很强制 也不是很 因为你有时候 你刚才讲人权 人权很重要 你不支持 你就是 你就是什么歧视 这样子听到人 就会不舒服 所以用这种很轻松的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 我觉得 他这样是一个 很好推广社会里面的机会 而且确实改变有时候 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不能够 马上强迫大家 马上接受 但是可以渐进式的 用那种同理心 让他想到说 对啊 你看人家益中在台上 也可以结婚 那益中的朋友在台下 那他们也希望结婚 那就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 比较容易打动这些亲友们 嗯嗯 不过终于这个同婚法过了 他们现在 应该蛮多对 很多人都已经结婚了 他们现在很烦恼 就是以前 以前同性恋朋友 他就只要交往 没有后面的问题 对 那他们现在面临到 异性恋朋友也会大的问题 你知道异性恋朋友 交往久了 就人家就会问说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嗯 会催嘛 对啊 现在同性恋朋友 遇到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结婚 那我觉得啦 不管结婚或不结婚 其实他就是一个体验嘛 那人生总是要一些酸甜苦辣才有趣 所以不管你要结婚 或是结婚婚以后你要离婚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我懂你意思 以前不能结 就是现实的问题就没办法结 现在可以结 你却不结 那你的另一半就会想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想法 同居这么久 为什么不结 对 最后黄老师讲一下 你个人这个最后一个章节 你讲到你自己的一个斜杠人生 你自己的一个平常的一些生活观察 一些修炼好不好 每天看很多报纸 对 那就是为了培养你的这个社会观察力 对 这个是相辅相成 我现在某种程度上 你要说我是政论节目的那个名嘴 也算是比较常见 比较常见 那这个东西不是说一触可击的 或是说你是刻意去做的 你说说我今天目的就是为了当名嘴 其实你是不可能 我很辛苦 而且硬要去做那件事情 你是太 我刚刚讲人不能太有目的性 我今天可以在政论节目上 或是有时候受访的时候 堪堪而谈 其实是做好的准备 因为我从大概小学开始 就很喜欢看报纸 小学国中阶段就很爱看 那时候从体育新闻嘛 后来影剧新闻 慢慢当然高中以后就长大 就开始加看政治新闻 所以我其实你看 我这样的人生 已经大概看报纸看了30年 那像我每天都要看四大报 然后杂志啊 然后新闻 就是变成我每天光看这些新闻啊 大概就可能就 我自己估大概一天就要四个小时 对你讲到这个四大报 有一些人他只偏他看他立场的报纸 我觉得 因为每个报纸当然各自有立场 电视台也是一样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纵观的话 你要全看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做比较啊 很有趣啊 我每天早上就会比四大报 头版到底在讲什么 去处理处理 其实在过程中 你就可以去有一些自己的观察 这也是一种媒体试图 然后各电视台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全看 很多人说黄老师 那我应该有些我去外面演讲啊 媒体试图 有些家长就问 黄老师那我应该要选择哪一台 我说你用选择哪一台 这就不太恰当 就老片是哪一台是最公正的 没有哪一台是最公正的 就是立场问题 每一个台都有他自己的立场 那你就是多方多看多比较 那所以这样这样的一个基本功扎实了以后 所以我后来我在2015年那时候出了一本思辨嘛 事实上也是把我平常的那些新闻时事的观察 融进我的公民课写出来 我那本书只写了三个月 后来卖的很好 卖的是几刷 那那为什么可以写那么快 事实上也不是说刻意去弄 因为你也就是你的血液 你的长期的血液里面就是做了这一块 所以我当公民老师很开心 就是说我可以把我平常的这些新闻的观察 然后放进课堂上去教 所以后来有一天慢慢的 电视台找你去评论一些时事的时候 你也可以很自在 但是这个东西是辛苦的 就是说他变成每一天要做的功课就更多 就是一过去看新闻是兴趣 那现在看新闻可能变工作 所以我每天我回到家以后 就是一定是看电视新闻 然后加报纸 是同时间要双管齐下 有时候看的压力很大 平常跟你讲 你说真的很轻松吗 名嘴的强度很大 对而且有些同一个事情 这个两个报纸两个立场差很多 下的标题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要两边都看 然后去看出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不能够被某一个报纸牵着走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功夫做久了以后 你就会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思辨能力 那这个东西 其实像以电视台来讲 他们就是要这个 因为如果你讲的跟别人一样 那我找你干嘛 对 就是说你讲的跟那个谁一样 那我就找他就好了 跟我找你 所以慢慢的你摸索的过程中 你会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而这套想法其实是值得重视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机会接受采访 或者比方媒体访问这些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 那我在书里面 其实也帮那些名嘴频繁 就是说很多人都说 名嘴就是一支嘴嘴嘴 然后从什么外太空聊到内子宫 对对对 其实名嘴的生活强度很大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强度大吗 因为他们没有明天 嗯嗯嗯 大家说怎么什么会没有明天 你知道名嘴都是当天接通告的 对 像我还好 因为我本来就有老师的身份 所以我那个只是有空的时候接一下 兼职就对 但是如果是那种专专门的名嘴 他其实很辛苦 因为他每一天早上就要期待说 有没有通告 嗯 那如果他今天表现不好 他今天在政论节目 或是谈话性节目的表现不好的话 收视率不好 他可能明天后天就没有通告 那他就没有收入 所以就会变成 因为他们的生活强度很大 没有明天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 比较情绪性激烈的反应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的时候是情绪也有可能有时候是为了节目效果 所以大家 演技 所以我后来就 其实我观察 有时候你看到两边在对骂 蓝绿双方 名嘴骂得很凶 名义代表骂得很凶啊 结果骂完以后啊 他们最后是一起回家的 吃宵夜喝酒 对啊 真的 他们就同一台车就一起搭的车就走了 所以有时候那个是为了媒体的效果 他可能某种程度上 因为我们知道媒体除了有他的公益性 公共性以外 他还是兼具一点娱乐性 所以有时候那个名嘴在吵架 他们是娱乐节目 就是有点吵出让你觉得好像双方 所以有时候变成是这样你知道 我们在演戏的 或是我们在戏里面的人是比较看得清楚 那可是外面的观众朋友就会觉得说 就是 跟真的一样 有时候 然后就会把这个情绪带到日常生活中 我觉得大家看这种政论节目 有点轻松看 不要把它太认真去看待 因为你当你认真的时候 你会把那个情绪带到你生活当中 然后你就会跑去跟别人吵架 有时候我们吵架只是为了效果吵架 结果你跑去跟人家吵架是真的吵 那就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 而且这个晚上那么多台政论节目在吵 他一定要有一些比较强的效果 你才会固定锁在这里 要不然你就转台了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有节目效果 我是说怕很多民众就是物以物心 然后就跑去跟人家吵架 因为现实生活中其实各自有各自支持的候选人 自己支持的党派 那可以理性的讨论公共政策 但是不要说就是就把我们政论节目那一套 然后拿到现实生活中去跟朋友吵架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 其实最明显就是FB的一些表态的立场 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就删除好友 对对对对 你支持谁我看了不少 其实不要去删除 因为那个没有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今天可以喜欢蔡依林 你今天喜欢周杰伦 那我们各自是歌迷嘛 对 但我们不会去批评说 你喜欢蔡依林就是草包 你喜欢周杰伦就是智障 不会去这样讲嘛 可是如果今天是总统候选人 就会了 所以我觉得政治是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那我们观察它 我们关心它 但是不要把它情绪化到 连亲朋好都当不成 我觉得这样子是 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公民国家啦 好 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今天时间不够 稍微介绍一下 周杰老师你这本书推荐给哪一些读者 除了青少年朋友还有哪一些 我觉得不管你是20 30 40岁 就对感情上啊 有些疑虑的 或者是对一些人生的一些想法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看别人的故事 然后想想自己 那尤其别人像我 就已经掏心掏肺的 把我的那些鲁蛇人生都写出来了 那其实看看我的故事 然后也给你一些建言 特别我刚刚讲 不管联谊夜店啊这些 甚至里面教你怎么分别渣男 怎么分别玩咖 我们都是有实战经验的 所以看看我的故事 看看我的想法 然后我相信会对这些年轻朋友啊 会有一些启发 那这个也是做一个作者 为什么我们要花心思去写一本书 然后这样卖 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些理念 让更多人了解去传阅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成就感啊 是对作者来讲最大的 对最大的自我实现 从黄毅宗老师过去失败的经验看 来比对他现在的成功 一定是有道理有机可循 非常谢谢我们作者黄毅宗老师 我的不震惊人生观 然后宝瓶娃出版谢谢 谢谢